譯言嘛 然後就是像老師剛剛講的主要是以就是 譯文方面的這些內容等等 就是破包報的內容就是這一些 那這就是所謂的就是剛剛說的Authentative Media 那很多人都會說媒體有所謂的社會責任 那這比較偏向這一方面報道的獨立媒體 跟社會責任的關係就是在老師的看法是 我說過我回事不太同意 不是不同意 只是說這些東西做的時候都很奇怪 不過你上前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看法是我覺得早幾年呢 政治正確是需要有氣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因為政治正確是需要有氣的 那反正你敢需要有氣的 你敢承認同事性愛要有氣 你敢去吸毒要有有氣 而且政治上是正確的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政治正確是一種非常好的風格 很賣的風格 所以黃耀明在香港開一堂會之後 他會彈工教育 張文綺在唱歌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在唱什麼 可是他覺得他跟生命有關 然後帶一人要隨便破一個東西 全部都跟運動有關 我就說政治正確和其簡單 現在 所以政治正確對我來說 其實不太沒有什麼Authentative的味道 很簡單 從明星到導演到所有人都會寫 饒鬼可以改變世界 電影導演可以改變世界 然後拿個其他拍的 什麼玫瑰組 也可以改變世界 這 這對我來說很主流吧 我就用某種社會議題 或關心社會政治的方式 在進行創作或表演或唱歌 這是非常主流的方式吧 對嗎 對嗎 還是你們覺得不足的嗎 我說過吧如果做一集說 反對當權 你們看我們報告會不會被燒掉 我們上次做那個反對小孩心 都快要被搞到崩潰 不是 我們如果做一集說 我們反對王家 會被燒掉嗎 我可以反對待遇嗎 我就說 邊緣的意思是說 反正因為邊緣跟主流 總是一直不斷在鬥爭 它界限會改變 那以前我們邊緣的意思比較是 我真的認為是說 相對於某種主流和非常穩固的價值來說 它提供有種不同的可能 譬如說那時候我們沒有人談獨奮 我們就談獨奮 沒有人談獨奮 我們談獨奮 沒有人談獨奮 沒有公會 我們談公會 可是現在因為這些都太多人談了 所以主流已經可以收納這些聲音 所以這才是我們的困境 包括現在我一直被卡住 就是我其實有點難找到 對我來說具有意義的另類的看法 非常難 就非常非常難 不然我不知道什麼叫另類 就我對我來說就對了 我現在就覺得 所有的政治正確都非常容易被使用 就好像我們每天都會用我們正義的資源 公平的資源 就非常簡單 就是我可以去喝Fair Chet的咖啡 我可以不要喝口渴 我可以不要喝礦瓶水 我可以用很多種方法 打到我的政治正確嗎 對 那 那被醫院到底意味著 或是 就還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我的問題 我已經是老了 我其實可以退休了 我就是說 我其實可以不用參與這個鬥奮 可是這個鬥奮一定是你們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一直想看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 意義的 或是 到底 到底對你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譬如說 我做個事 立心在搞那個 girls day 對不對 你們反變嗎 你們聽過那個女台日嗎 立心一定會 整個日法就通過 要搞這個女台日 你們跟我說什麼 你們是搞媒體的嗎 你們完全不懂 好 那個女孩就是全世界他們搞一個 叫girls day 就是 立心那個傢伙就 不是這樣 你們就出來說 女孩呢 因為 所有的女孩因為 社會給你的支持跟 信賴跟照顧不夠 所以以至於這些女孩都沒有信心 被圓交 被圓交 被信心 就是沒有自信去整容跟 整容跟 減肥 所以呢 我們在設定一個女孩日 在那一天呢 我們要提社會的力量 照這些女孩日 你會反對女孩日嗎 看起來很棒啊 你為什麼反對女孩日 就是常說 女人都弱勢 你強調那個 這一個人剛才的那個 對象 跟你講 我們常常社會 出所有的女孩都 統一了什麼 沒有 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反對 是嗎 他夢想給你真正確 他就是很詭異的真正確 就好像立心一輩子幹的事情 就是很詭異的真正確 就是 他會關心 他會關心女生的權利 可是當信蜗哥出來抗議的時候 他又罵這些信蜗哥人 不應該出賣自己的事情 他是非常 吊詭的 組織嗎 可是你想想看 有多少組織 後面你敢跟立心正面交鋒 我意思說 立心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代表 可是我們現在的政治正確 被 我們的政治正確幾乎都已經快要留下 任何一種 異議或者是 對反的探訪 這才恐怖 而且 最恐怖的是 就是我們覺得這是一怪很 你肯定是要怎麼反對的 我們現在不能反對嗎 可以 如果 如果我們要把女孩子這麼保護的話 那 我們可以拼個男孩子嗎 對不對 他們搞不好跟人家受到限制 那老人日呢 農民日 電動人 殘障 眼盲 明天很多日可以不定嗎 對 我覺得那另類 這就是我 我說過的 我搞不好還蠻辛苦 就是 這才是破壞政治的困難 就是 當所有事情都 都變得 特別是台大人的學生 或是社會一般性的知識分 他其實非常容易用 用政治正確 或是某種模糊糊糊的政治正確 來做一切事情之後 就變得非常可惜 因為 你會讓你 如果真正邊緣 還來不及變成妖怪的樣子 就不見了 你放久一點 他可能變妖怪 就會有影響 可是他現在沒有變成妖怪 你就全部被吸引去 你就存在你的知識分 這才是社會長 以前有吳宗美的我們 或是我們這些人搞噪音 我們以前在1994年 搞多透光葉國際藝術 對不對 那時候是我們從 像尼其衛他們那些人 加索水漆 然後 搞了瑞典 英國 香港 然後日本 很多人搞噪音 因為是1994年之前 可是10年後 我們沒有這種團隊 我們現在來都是那種 大製作的團隊 對不對 去北域大表演 或是去我們這邊 去保證看的那個表演 這非常大部分 這完全跟地下沒有關係 他跟前衛的噪音 實驗表演也沒有關係 他就是藝術家 而且是一種 Big performance 就是大製作的藝術 你懂的是嗎 他跟那種小眾 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 越來越有前衛 可是我們離這些前衛的 實驗的噪音 其實越來越遠 這是台灣現實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只是更換 我感覺這是你這一代的誰 不是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帳子已經打得很準 你打得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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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們真的沒有點半 對不對 你們新聞有一個點半 你們新聞有一個點半 他跟他分享 他說他以前學院時代 他是看網絡雜誌 覺得深做滿多 然後覺得也許 就是做新聞記者是一條 可以靠這個路 讓像我們這一代 像我自己 可能我是高中的時候 會看網絡老師的報道 讓 或是我們有一些社員 甚至你還是看網絡 對啊 只是 就是為什麼在台灣 就是在台灣的環境裡面 就是你想要 可以找到一個 覺得說走這條路 好像有點搞頭的 比預計你在三、四十歲 可以找到某程度 你可以 參考或做借鑒 不然太少了 然後我們現在進去 開始當記者 我們路航的條件 也不足二十年前 就是你要想要累積籌碼 走到 他們現在的位置 也更不容易 你們現在不要搞記者 不要發現我們記得太多 店家太多了 有些人真的想不開 真的想自己 我完全沒有 反正我其實不是要鼓勵 你們的 行 我沒有辦法鼓勵各位 我怎麼會摧毀 我們台灣有這麼多電視台 這麼多新聞記者 可是他就 其實我們電視上的新聞 不超過一百折 不覺得很 然後我們平常這麼多優秀 我覺得你當自己的幹嘛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記者 反正一百折 你知道 攝影師到一個家裡 他叫他狗會怎麼樣 或拿個美眉的 車被掛了一盆 你知道嗎 你可以 你可以 吃一個十月 除非你們要改變 什麼政治 要嗎 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在談論 我們在談論的媒體 或獨立媒體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它並不是不能商業化 而是 它跟那種大財團 進入的媒體有點不太一樣 它當然是要自我謀生 它要賺錢 可是它跟財團 那麼多的方法 又不太一樣 人家可能在那裡頭 談到一些 小小的影響跟目擊 在台灣 我唯一看過的樣本 其實是天下 你承認天下是一個 主流大哥 他也共有這種商業 可是起碼天下不會亂做 對 然後英女柏基做了很多 我知道 因為我認識她 就是 我知道她做得非常多 還不錯的事情 就是事實上 她其實事實上 幫我們很多忙 幫她有先前進的地方 做一個方法 然後做她個人的意義 然後 她起碼沒有亂做 其實 然後再也非常有見面的事 去包人家那個 然後立功功先生 你所有事情 我就說 還是有這種典範 只是這種典範 跟我們認識陳映珍那一代 非常無數的 左派是不太一樣的 那 可能 浪漫師我們要稍微 調理一下自己 那 不要錯 浪漫師 浪漫師 你可能不需要 陳映珍那一代 可是你們很需要 你們自己可以帶 明信帶的典範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典範 就是出水 好 好啊 那很不錯 那就不用去媒體 我就是一幹事 呵呵呵呵 你每天努力在PGD上 或在佛拉桑寫的 你就是這樣 就應該是需要調查 要有能力 要有調查 要有耐心 那樣子就是 你這個非常好的典範 我會想問 我會想問就是 團隊的那一部 如果遇到 就是會不會發生 大家分點不一樣的消息 那一句話說 像 破爆場的提判這件事情 那那個提判 到底是誰的提判 真的是 所有人一致 大家分析心得很高的 一個 那一件事情 給我看吧 嗯 這個 非常好的典範 可以